選票跟代議室的關係 不好意思 我叫凱 第一次來參加 我們想要解決選票與代議室的關係 因為代議室接受選票來代表人民去從事正式活動 可是選票跟代議室的關係如果被脫離的話 代議室可能會做出因為個人利益 或者是一些政黨綁架 然後無法執行人民意志的時候 依照現行的罷免制度基本上是不莫可的 所以我們希望把政黨意志把它變成弱關係 把選票跟代議室接變成一個強關係 所以我們想要建立一個平台去收集選民的一些意見 收集一些選民他們想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透過收集資料 像很多時候像我們這種阿宅小時候打過電動 像我們在打電動的時候在打三國志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那個武將滅表 然後那個智力多少武力多少 然後呢它的那個誠信度多少 我們想要把它做成一個像一個武將系統 來讓你看到每一個政治人物 然後透過這政治人物在議題上面 解決哪些問題把它變成一個強關聯 那因為其實大部分的選民都是懶惰的 你現在還記得三個月前發生了哪些重大議題嗎 我相信只要媒體沒有報導的話 大家應該都不知道 然後呢我們想說把這東西記錄 全部公布在網站上 那你就會看到說我們會請那個大議事進來 如果他需要有跑路上的選票的時候 希望他進來看一下有哪些議題 他是大家關心的 如果他來解決這些議題的話 他就可以拿到哪些票 那以後呢我們希望說 那些大議事並不是只要得到一些資源 或得到一些媒體的關注 他就可以拿到選票 他可以扎扎實實的在平台上面做事 就可以拿到一些選票 這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他們有說 鼓勵大家先偷偷開幹 基本上我們已經做了一部分 那我們大概 我們希望月底可以先上線 做收集議題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收集議題跟 因為我發現那工廠在那個 在代議事的那個資料上面已經做得很好 有一個什麼 立委投票指南之類的 那我希望把那個校分lata 再把它 assess進來做一些關聯 例如說哪一個大議事解決哪些問題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 參考這個大議事去投票給他 那就是我們想要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 主要因為我們這邊都是工程師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些 有一些做Android 或者是做一些包裝 或是網站行銷的時候 可以加入我們的 然後因為我等一下就要走了 因為對阿財工程師來說 法妹比來這邊 扣地開到重要 所以我要等一下去跟朋友約吃飯了 就這樣 想要認識我的話 麻煩來跟我交換一下影片 謝謝 你們的專案也在V糖笑嗎 我第一次參加 我會過跟我們面積的人講 但是網邊放上去 OK 那你要不要寫在那個 燈機包圍後面 讓大家才能夠看到 OK好 我盡快把我們做的東西放上去 我們做的錢嗎 對 對對對 我們做的錢 好 下一位請先來 謝謝